HELLO 你好,我是微訓 欢迎来看我的video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个video呢? 主要是因为我要出国了 然后没办法了,所以要把我的这个 心爱的家卖掉 所以我现在就站在我的家里门口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间拍这个video呢? 主要是因为也是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就不是讲很想欢迎这么多人来参观我们的家 然后又没办法,又要给你知道这间家长的怎么样 就打算拍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video 然后让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可以买到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要选择在晚上拍呢? 那是因为我觉得啦 平时是如果你是来看这个家的话 通常都会是一个早上的时间 所以晚上拍给你感觉有一个不一样一点的film吧 所以话不多说,Let's go! OK,我现在就站在我的家里门口啦 你看到这个灯亮的就是我家里的门口来的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周围的环境 比如说是可以跑很多辆车 很安静,很安全的一个地方啦 我在这边住了很多年,我都觉得很好 然后这个当然是我跟我的老婆 表白情人节的时候跟她表白的一个东西啦 所以可以洗掉的 然后你看这边可以舒服地跑两辆车咯 所以没有问题的,我都是把我的两辆车在里面 当然这两辆车也是要卖掉的啦 如果有机会我再做一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辆车是怎么样的 然后外面这些环境 这边有鞋柜放鞋的地方 然后还有有的坐鞋 然后下面还有的一些收纳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Water Filter 这边就是大门啦 OK,进到来就是我的客厅啦 左手边就是我的客厅有一个sofa 然后还有电视柜 电视机 master ceiling 旁边有一个可以做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给你display东西的 然后还有一些decorative items啦 然后右手边呢是我的这一个 算是一个展示厅这样子啦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个呢是我的一个柜子啦 它是可以展示 所有你想要展示的东西的 然后我就放这些照片 是我跟我的老婆去到处去玩的时候 所拍的一些照片啦 然后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你收东西的里面 然后这边有另一个展示的这个 位置啦 你要展示什么都可以的 基本上这就是给你的guest讲的 给你的guest看要展示的东西咯 然后这边是我画的这个壁画啦 所以就是整个feeling就是 就是跟着这个英伦峰做的一个感觉来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女儿 然后这边是我的这个饭厅啦 客厅旁边我借着一个饭厅 然后 Chandilia 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楼梯上去二楼的 等一下我介绍 这边有一个位置是放一些小东西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Store room 这Store room是 浮浮通通啦 一个Store room 里面全部有那些 电管管的那些东西啦 然后这边 就是我的Dried kitchen Dried kitchen这边做一个柜子 是放红酒的 这边我是拿来放红酒 然后这边 就是可以给你展示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我拿来放红酒杯 下面还有很多这些 储存的这些area的东西啦 有什么东西 然后Dry Kitchen 这边就是整个Dry Kitchen的area 然后这个是全部可以用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棚 然后这边有一个房间 是Mix Room 有一点乱这个Mix Room 然后还有一个Mix的厕所 还有一个Gas的厕所也是可以 它是一个厕所 然后里面就是我的Wed Kitchen 刚才这边还有一个小房 平时是我妈妈住的 所以现在我就不进去了 这个小房里面是可以放一个 双冷床 然后一个厨 里面还有一个厕所 还有一个卫生间 这边就是我的Wed Kitchen Wed Kitchen有风扇 然后有Hood & Hook 这些过滤器 都会留在这边的 这边现在我进来的这整个area 它都是Fully Extended 所以它的area 这边是自己扒出来的 全部有Approval的 放一个洗衣机 烘干机 这个是2 in 1的 然后这边就是做一个 平时在这边帮我的女儿冲凉 全部东西 ok ok 那我们现在走上2楼 我的楼梯这边有一个 放钥匙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上到来我的2楼 然后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地方平时我拿来工作 它就好像一个 我放我的电脑在这边 平时在这边上班 我从家 然后上面也可以搜一些东西 放我的brinter 照片 然后后面这边我放一些我平时看的书 然后在右手边这边有2间房 呃 呃 这间房呢 basically是有2张呃 呃 单人床 然后这个房子平时呃 呃 我在这边呃 呃 玩game啊 啊 看电视啊 都会在这边呢 然后这边有一个呃 呃 墙壁 是可以放自己的collection的咯 我放我这些collection的display 啦 然后有一个大衣柜 built-in的全部 然后有一个厕所 全部都有热水的 然后 这边有一个我平时是拿来做成一个gash room的啦 它有一个单人床 然后这边全部是built-in wardrobe fully extend 了得到很后面的 所以里面有一些衣柜 这边有一个小的宿装台 然后 有一个厕所 冲凉的地方 2楼 然后再过去对面 就是另一个 它本来可以做一个master room 但是我把它改成我的 好像 啊 k tv 这样子啦 我平时就是跟我朋友在这边 啊 android ourselves spend time 一个电视机 这边就是我的k tv ok 然后这边我做了一个吧台 放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是后面有一个小的地方 我就 平时很少来我就把它放一些我的winter clothes之类的 然后 这边就有一个 yes again 一个厕所 两个洗手棚 一个厕所 然后外面就接这个balkony 然后外面就接这个balkony balkony balkony basically就是可以看到我整个大满的一个情况啦 ok ok 看到这些就是我邻居balk的车在那边 就是我的大满 ok 现在我们去这个第三头 就是我跟我的老婆的房间在里面 ok 这个门走进去 有一个很大的镜子 是 看自己的样子的 然后这就是 一个king size的balk 然后可以放很多space 可以放一个按摩底 前面有电视机 然后还有很多储存的地方 这一个基本上是一个balk 像womimworlddrop 平时放很多衣服的 然后后面还有可以放别的衣服 我的collection 可以放一些衣服 然后我这边是一个好像梳妆台这样子的啦 放一些手撕的一些地方 然后这边我的老婆用来放一些他的化妆品 然后平时他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放一些包包啦 这边就放一些包包这样子的东西 这边是一个窗口咯 开去看到外面的大满 这边有一个厕所 站着冲凉的两个洗手横 然后还有一个off down 直接外面的 所以厕所跟那个 womimworlddrop是隔起来的 它是用僵尸的concept隔起来的 这是womimworlddrop 这个是厕所 这就是 这个我们的房间啦 OK今天这个video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对这个house tour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按下面的这个link 我会放在这边 有更多的联系方式 更多的details 你按这个link 我们就可以 可能arrange一个house tour 然后如果你觉得没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like and share 给你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comment 让我知道啦 谢谢你们 拜拜